皮兰婆菩萨是西游记里最神秘最诡异的菩萨 他曾在取经路上帮师徒四人收服了白眼魔君 他的儿子卯日星官还帮助孙悟空除掉了蝎子精 卯日星官变成公鸡的样子 一度让孙悟空误以为他的母亲皮兰婆菩萨是一只母鸡 嘿嘿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咯 那么皮兰婆原型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身为佛门之人他却是一身道教的打扮 而且入了沙门禁止婚配他又怎么会有个儿子 种种的疑问加在一起 让皮兰婆菩萨的身世显得更加枯朔迷离 其实他的原型是一种怨气很神的恶鬼 皮兰婆意思最早在佛教中出现 是在妙华莲花经中原文里写道 而是有罗刹女等一名兰婆 二名皮兰婆 三名曲齿 四名华齿 五名黑齿 六名多发 七名五艳祖 八名十应落 九名高地 十名夺一切众成精气 是十罗刹女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 皮兰婆菩萨原本就是罗刹女之一 是一名吃人的恶鬼 但由于主动皈依佛门 最终修成了正果 而在这十罗刹女之中 最出众的就是皮兰婆 她不但法律强大 而且已经修到了菩萨的境界 因为她的出身和其他佛门中人不同 从而导致她形势低调 性额固扁 以至于三百多年的不与外界接触 皮兰婆 没听说过呀 孙悟空请她帮忙消灭蝎子精的时候 她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我自负了余兰会之后 至今三百余年不曾出门 我隐姓埋名更无一人知晓 你是怎么打听到的 所以她是先入道教后入佛门 在皈依之前就已经结婚生子 那么她的夫君又是谁呢 虽然书中没有写明 但通过她儿子某日新官来推测 很可能是一只法力强大的公鸡精 那么手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某日新官的父亲是谁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